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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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大家好 我是Amber 對今天的影片就是延續上個禮拜的主題 就是用千元完成的全面彩妝的帶妝實測 那 我這個禮拜更換了其中一樣產品 就是唇膏 對 因為上個禮拜的那支唇膏其實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就是他平時用是一個很實用的唇膏 但是 就唇彩來說就是那一種比較潤色型的唇膏 他比較沒有太多變化 所以我這個禮拜呢 就是把唇膏換了一個更便宜的 對 就是這一個 你們看 對 就是Way Then Wild的 這個唇膏 嗯 濕又野唇膏 然後呢 我今天用的算是他的新色吧 其實Way Then Wild的唇膏我本來就有 所以我沒有另外再買 可是他 就是他的價格是真的蠻實惠的 那我今天用的這個顏色是一個 有一點點番茄紅的顏色 還蠻美的 對 那今天的彩妝示範 我也會用這個唇膏示範四種 不一樣的唇妝妝感給你們看這樣子 嗯 那如果說你好奇我今天的化妝過程 跟帶妝實測的結果的話 那就請你繼續看下去囉 好 那一開始當然就是妝前打底啊 那我選的就是這個 魅典家的這個控油妝前 對 因為T字波會出來還是需要一點控油的效果 然後他有润色的功能 然後跟防曬的功能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就是 還蠻就是很多功能集合在一起 還蠻實用方便的一個產品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是底妝 就當然就是一樣 就是這個Assence的16小時的持久粉底液 對 那 我上禮拜是把它當作遮瑕膏 就是局部的拍在我瑕疵比較多地方 那這禮拜就是要妝比較完整 所以我就是把它塗好塗滿 那搭配的就是美妝蛋 好 我現在底妝塗完了 我覺得Assence它這個粉底很好的一點就是它 不是完全的霧面 所以它 就算你塗得很厚 它也不會讓你人家覺得你的妝感好像 就是粉底好像打得很厚這樣子 應該算是它的優點 就是它還是會帶有一些微微的光澤感 就是不會讓你的整個臉 呈現一個死霧的狀態 我覺得它這個樣子的妝效還算蠻自然的 好 那一樣呢 我們也是要用這一瓶 因為我之前有說它的那個遮瑕力是可以堆疊的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一瓶 然後一樣是當作遮瑕膏的用法 然後把它拍在瑕疵比較多的地方 比方說黑眼圈啊 所以就要暗沉之類的 就是再堆疊一次它的遮瑕力 那基本上如果你的皮膚不是瑕疵很嚴重的話 做到這個步驟原則上它就全部都遮住了 所以我上次也有說就是 呃如果你預算不是很高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你買一瓶就是 呃遮瑕力比較足的粉底液 這樣子你就可以直接省一下遮瑕的錢 好 那接下來就是定妝 定妝當然就是用我上個禮拜的這個 龐氏的這個 藍色冰爽魔法蜜粉 對 好我現在定妝完了 就是它修飾毛孔的效果蠻好 就是會柔膠這邊的皮膚的 就是感覺毛孔會變得比較細緻 然後它本身是淺藍色 所以稍微會有一點點提亮膚色的效果 好那接下來呢就是腮紅 那腮紅是這個 呃essence的這個柔霧名媛10號 這個是新款的 它的壓紋不太一樣跟舊款的比 它的新款就比較低調 就是上面會有一點點小猩猩的壓紋 但是我覺得用起來好像差別沒有很大 但是我覺得新款的它的 它的那個顯色力有稍微再弱一點點 就是不會 舊款的顯色力可能會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比起來新款它 因為它的顯色力比較適中的關係 所以它比較不會有 它吃手的機率就比較低 因為我一直都有講說腮紅真的 它不是眼影 所以腮紅真的不要不要太顯色 不然太顯色的腮紅一畫上去就 紅的一條這樣子 其實還蠻尷尬的我覺得 好那接下來就是眉毛 就是這一個米口家推出的這個 29塊錢的這種傳統型的拆線眉筆 對 它我這樣給一半就已經說過它很好用了 我就是持續的愛用 好現在就是大致上眉毛的輪廓描完之後呢 我現在就要先出動這一盤 就是上個禮拜讓我開心得要死的這一盤 跟essence的裸樣日記眼彩盤 對 那它除了上個禮拜我說這個顏色可以修容之外 其實它的這個顏色也是可以拿來畫眉毛的 它本身是有一點冷色調的灰 所以黑髮女生拿來畫眉毛也不會太奇怪 那我今天呢就是要沾它的這個 比較深一點的這個 冷色調的棕色呢 去刷於順序我的眉毛這邊補齊 鼻眉有比較不夠的地方 好一邊就畫完了 然後呢 接著我們就是直接來畫修容 那修容呢就是一樣用這個 它的這個淺色的這個 冷色調的棕色呢 來畫我們的鼻樑 然後畫鼻樑的時候就可以順便把眉頭暈開 它更自然一點 好那接下來呢 我想要用它的這個霧面的米白色 因為有些人可能拿到這個霧面的米白色不知道幹嘛 但其實它也是可以當作粉狀的遮瑕 然後你就是可以沾 用比較乾淨的刷子沾取這個霧面米白色 然後把它拍直接把它拍在 就是比方說你有淚溝 淚溝比較凹的一些困擾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個米白色稍微拍在 比較凹的地方 然後它就會在視覺上讓你的 就是淚溝看起來會比較平一點 就不會讓人家覺得說你的淚溝這麼明顯 好我現在兩邊畫完看差別 你注意看喔 是不是感覺這邊的淚溝就比較平 然後這邊的淚溝比較明顯 就是有畫跟 有畫跟沒有畫的差別 其實我覺得還蠻明顯的 對所以你如果一盤眼影有這個霧面的 米色的眼影的話 你是可以拿來這樣做使用 再來是說你也可以就是 比方說你眼皮比較油啊 你也是可以稍微少一下你的眼皮 就是再讓它定妝一次 對那等一下臉妝就比較不會這麼容易暈 所以其實這種米色的眼影是還蠻實用的 就是大家要 就是好好的利用它 對 好接下來呢 我要做打亮 然後一樣是 用這個 對用它的下面這個 米色的珠光色 我發現它這個顏色 拿來做打亮也還可以這樣子 對就把它這樣 有沒有 還蠻美的齁 輕輕沾一點點少 效果就還不錯了 對因為平常 平常的話我覺得 打亮還是不要太過於囂張 會比較好一點點 對 好那接下來是眼妝 對那我現在呢 要先用它的這個骨銅筋 就是我上個禮拜拿來換眼尾的那個骨銅筋呢 把它點在眼頭跟眼尾的地方 眼睛中間就先把它 留著 這個眼影它用 你看它用那個眼影刷 是顯色效果還是很好 然後跟 眼頭的部分 然後下眼尾也要畫到 然後這次要拉比較長一點 拉到二分之一的地方 好畫完了 那接下來呢 我要用這個顏色 其實它的這個 紅棕色 這個顏色還蠻漂亮的 它是全霧面的 然後顯色力蠻好的這樣子 我要用小隻眼影刷沾它的這個紅棕色呢 來加強就是眼頭跟眼尾 比較靠近睫毛根部的地方 那這個眼影它也不是沒有缺點啦 就是它 相較於比較貴一點的眼影來說 它比較會肥粉 可是我覺得以它的價格來說 實在是不用跟它計較這個小問題 你知道嗎 因為它真的是 畫起來效果就很好 價錢 價錢又非常的親民這樣子 好下面呢 三分之一的地方 也是做加深 然後記得眼尾跟上眼影做一個連接 好那接下來眼睛中間跟下面臥彩的地方呢 我就是要用它的這個附近色 就是上禮拜我拿來 當作打底的這個附近色 把它上上去 然後下面臥彩的地方 也是用這個顏色 那接下來呢 我想要用一個深一點的顏色 就是做一下 先用眼影畫一下 就是眼線的加深 然後把它畫在睫毛根部的地方 好那接下來呢 就是要畫眼線 那眼線一樣是Miko家的這個 我覺得有點硬的這個眼線筆啦 對 好那我們就不囉嗦直接來畫眼線 那因為前面的部分 我有用眼影帶過 所以我就是主要把眼線 focus在 畫出眼尾的眼線的線條就好了 眼頭就 就讓它用眼影自然的帶過這樣子 好那我下眼尾就是 最後面這邊 靠近睫毛根部的地方 我也用這個眼線筆 把它帶過 畫在最靠近睫毛根部的地方就好了 好那最後就是唇妝 對那我說把唇膏換成這個衛電wire的唇膏 然後它在康世美的唇價是49塊錢 就是非常的划算啦 然後這個顏色 其實我本來就有這些唇膏 然後這個顏色是目前 卻會覺得還蠻兇的那個叫什麼 雕毛中的顏色嘛 我覺得這顏色還蠻美的 對所以大家有時候可以去 康世美還是去人士看一下 就是他們到底進的這個顏色沒有 這個顏色就是現在比較流行的那種 吃土色 吃土南瓜色 那現在我還有就是其他的顏色 比方說像 這兩個顏色好像是比較新的顏色吧 對 就是希望台灣的廠商 可以趕快進這幾個顏色 這個是 比較 正紅色的一個 帶 好像也是帶一點點桃色的這種紅 然後呢 還有一個就是比較橘紅 就是有點點像是番茄紅還是 這應該比較像番茄紅 的顏色 對這個顏色也是蠻美 就是一個橘紅色這樣子 嗯 那 在這種情況下呢 就是如果你要一支比較實用的顏色的話 我是會比較建議你們買比較重色的顏色 它可以做出來變化比較大 所以我決定呢 今天就是 選這個橘紅色這個顏色好了 它的色號是 65 562C 看到嗎 它的色號是562C 這樣子 對 好的那一開始呢 就是如果你是淡妝的時候 你想要就是一點點有氣色就好 不想要太紅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你的手指頭 讚 它這個衛電話的唇膏 其實算是比較保濕的款式 對 所以平常擦的時候 嗯 你也不用擔心嘴唇會太乾 然後用手指頭輕輕的 把它拍在你嘴唇上就好 就是用這種淺淺上的方式呢 增加一點點氣色這樣就好 嗯這樣子就是一種畫法 就是 你這樣子淺淺的上 然後人家就會覺得說 欸你好像本來的唇色 就這麼自然好看 然後接下來當然就是 就是 漸層唇啊 就是咬唇妝的意思 你就把唇膏呢 塗滿在內側 然後輕輕的用手指頭 把邊緣 用抿的也可以 用拍的也可以 就是把邊緣給糊開 然後就是這樣子 有點漸層唇的效果 這個畫法都很簡單 然後接下來就是塗好塗滿 對 好這個橘紅色塗起來就是這樣 而且還蠻美的 番茄紅的顏色這樣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是 它是比較保濕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是有 光澤感的一個 塗滿大概就是一個這樣子的質地這樣 然後蠻美的 然後我現在覺得嘴唇也很滋潤 對然後呢 當然現在比較流行霧面唇嘛 那如果我們就只有這種唇膏的時候 該怎麼辦 我現在就是要示範給你們看了 那如果想要霧面唇的話呢 就是要先拿一張衛生紙 把它貼在嘴上 就是把多餘的油脂給它 沾掉這樣子 好 大致上都沾掉之後呢 我們就是要出動蜜粉 那這種蜜粉 蜜粉 透明的蜜粉 我會說它比較實用的原因 就是它應用範圍很高 就是除了臉部的定妝之外呢 你頭皮油可以拿去 就是倒在頭皮上面 就是 讓它就是一瞬間 就是可以回到乾燥的狀態 就是蓬鬆的狀態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時候 如果你想要霧面唇的話 這種霧面的蜜粉也是非常的實用 對那我現在就是有 已經先倒了一點點在杯子裡面 然後呢 用蜜粉刷 或者是拿另外一支乾淨的蜜粉 沾取這個蜜粉 然後把它輕輕地拍在你的嘴唇上面 那要拍到什麼時候為止 就是拍到你明嘴巴的時候 不會覺得 油油滑滑 還是黏黏的 其實就可以了 好那像剛才那樣子塗啊 如果你手邊已經有位對外的唇膏的話 你就知道它肯定是會沾杯的 然後像我們現在這樣子 一整圈拍上蜜粉定妝之後啊 你看喔 沒有痕跡了 對 這樣子的畫法其實相對來說 也可以讓你的唇妝比較持久 然後你有發現就是 因為 它的這個藍色的蜜粉啊 龐式的這個藍色蜜粉 因為它本身稍微是會有一點點提亮效果 所以我的唇妝看起來就沒有這麼的紅 對 然後現在就是 呈現一個完全不沾杯的狀態 因為已經定妝好了這樣子 對 好那我今天呢 就是要頂著臉上的這個妝 然後我們來實測 其實我今天也沒有特別的行程啦 但是我會一直不停的 每個一段時間就記錄記錄記錄 給你們看一下我臉的持妝效果怎麼樣 嗯 然後呢 喔我覺得現在霧面唇也是蠻美的 它這個顏色這樣定妝也是蠻好看的欸 喔喔這顏色還蠻美的 嗯 嗯 好對 我其實這個禮拜全臉完妝的價格 就比上個禮拜更低 就是整整少了20塊 那我今天就是不定時的呢 記錄給你們看就是我今天的臉妝 到底持妝效果好不好 還有這種 其實這種定妝唇唇的方式 也是可以讓你的嘴唇比較持久 所以我們今天也是吸引一下 看這個嘴唇 會不會變得比較持妝 嗯 好那就這樣子 晚一點再跟你們更新 掰 好我現在在外面 現在是下午3點整 那我大概是2點的時候完妝 然後現在就是剛過一個小時 然後今天其實 雖然太陽看起來蠻大的 可是沒有很熱 風是涼的這樣 所以這個對 這組底妝的運氣還蠻好的 因為在這個情況下 是不太會 脫妝的機率就會降低這樣 不過到目前為止 我臉上沒有什麼動靜 對 就是剛剛有曬一點太陽 然後我的臉 目前是沒有什麼動靜 也沒有出油的感覺 對 那 晚一點再來 我覺得第一個小時不準 所以晚一點再來 記錄一下看我的妝 什麼時候會脫妝這樣 好掰 然後我的 我有喝飲料 我的唇膏沒什麼掉 然後也沒有什麼沾杯 欸這招真的很好用 你們可以試試看 好我目前的時間是 5點多 大概 我化完妝之後過了3個小時了 然後呢 我現在在家裡休息 剛剛去外面跟人家吃 一點東西 要又喝飲料這樣子 然後 這種化霧面唇妝的方法還蠻遲中的 就是我只有 內唇掉一點點 然後外唇的 顏色幾乎都還在這樣子 就是不明顯 對 好像看不太出來 然後 然後 我家的貓在 在我頭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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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瞪我 好 就是這種唇中化法還蠻好的 就是 如果你沒有Wayden Wild的唇膏 也可以用一樣的方式畫畫看這樣子 因為它原本是還蠻會沾的 可是用這種方式下去做一個霧面唇妝的效果之後 它就會變得比較持久這樣子 嗯 好 我現在應該是不用補妝啦 因為我臉也沒什麼出油 正常來說 我的臉如果不做不上控油妝前的話 大概是 一個小時之後就會開始冒油光 可是它現在是一個 還蠻完整的狀態 然後皮膚的膚質看起來也很好 嗯 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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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現在的時間是晚上的7點13分 就是完妝之後過5個小時了 對 然後我臉上的妝目前是呈現一個奶油妝 就是剛開始要出油的樣子 就是 一點點 目前就是一點點而已 還不到很明顯的地步 就是還不到需要補妝的地步啊 對 睫毛膏的部分 目前是有暈一點點 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不太 它這個暈的程度其實好像也是不太明顯 但是非常非常近開的時候才看得到它有一點點暈開 然後到目前為止我妝感都還算完整 好現在是9點12分 欸9點05分 對 我現在就是上段狀已經過差不多有 一個小時了 對 然後我現在臉上就是稍微有一點點油光 不過一整天這樣下來到目前為止才冒一點點油光 我覺得還算蠻厲害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 稍微用面子按壓一下看看 就是掉粉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今天出油量很少 然後 掉粉量就這樣 看得到嗎 一點點 對 就是它 這個粉底我之前就有說它是會 會掉粉 但是不會掉的非常的嚴重 就是 以它的價格來說 但目前為止有這個 吃妝程度我還蠻滿意的 然後口紅 這個口紅好像本身有一點點染唇的效果 所以 就算它掉也是不會讓人家覺得很明顯 這樣子 所以這個口紅也是其實蠻高的 好現在是 12點 算整吧 12點01分 也就是說我帶妝大概 10個小時了 我自己沒有料到會帶妝太這麼久 然後剛剛有吃東西 所以你看 它就是內唇會掉 但是它本身有點染唇的效果 所以 乍看是感覺是還好 就是不會覺得說你怎麼 就是內唇掉的很嚴重這樣子 不過我現在看內唇是掉的差不多了 然後外唇的狀況都還在 就是這個 這個唇膏它的遲妝效果是還不錯的 然後你可以看我的妝就是 大概到第8個小時之後 就是我的下面 下面眼影 就是睫毛膏這邊下面有一點點暈開 可是 其實沒有非常的嚴重 所以就這一整組底妝的遲妝度來說 我中間有壓有一次嘛 再來就沒有壓了 所以 現在是呈現一個妝很服貼的奶油肌的狀況 所以 以 1000塊的價錢來說 這個表現 能力 我覺得非常 已經算非常非常優秀了 因為 我今天實測就是莫名的 意外的就是實測了很久 這樣子 我原本以為不會到10個小時 然後結果我戴著這個妝一整天10個小時 這樣子 所以就是大部分的東西都在 然後 比較厲害的是 這一個眼線 現在下面這邊暈的應該算是睫毛膏 這個眼線完全沒有暈 所以這個眼線其實 也是蠻OK的 就是 像我之前說的就是它的B-Rip比較硬 對 好那就是我 今天呢 帶妝實測的 坦白說我自己也蠻意外的 我沒想到就是這個妝可以 維持的這麼好 我原本想到可能5-6個小時就算厲害了 畢竟我總金額花不到1000塊錢 但是現在這樣看起來就是 我覺得還算蠻成功的吧 這個挑戰 嗯 好那這就是我今天的 呃 帶妝實測影片加 就是第二款妝容的分享 那希望這個影片會對你們有幫助 對 裡面 就真的是蠻多CP值蠻高的東西 然後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結果 我覺得還算蠻成功的 嗯 我對這個妝 呃 完全沒有什麼不滿 對 好 好那這就是我今天的影片 希望對你們會有幫助 嗯 好那我是Amber 我們下個禮拜一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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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下一個月 啦 比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